加拿大國會議員詹姆斯備贊 近日在國會代表1,800多名加拿大人請願 敦促加拿大政府啟動全球馬克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對發動和參與迫害法輪功 嚴重侵犯人權的14名中共高官進行制裁 我們來看加拿大首都渥臺華的報導 詹姆斯備贊在國會視頻會議中指出 法輪功長期遭受中共人權迫害 全球馬克尼茨基人權問責法案 授權對違反人權的外國人實施禁止入境 凍結資產及禁止財產交易等制裁 自2016年12月美國首次簽署成違法令後 應對違法人權的外國人實施禁止入境 中國 加拿大等至少6個國家通過了類似的法律 詹姆斯備贊呼籲加拿大政府 儘快將犯罪的中共高官繩之以法 今年7月 加拿大法輪大法學會向政府提交了 包括前中共黨魁江澤民在內的 14名中共高官的名單及迫害證據 多名現任及前任參眾議員們 表示支持加拿大政府適用這一法律 懲治中共高官 新唐人記者安妮 加拿大沃泰華報導